歡迎回來 細心新聞的現場 新聞繼續來看 是家紀市 主任主審會 理事長 詹瑩米 在真正往北方國中 官場將做學金 給家紀官市 十里金 平安的學校 是每一校四萬塊 來作為一條青藍學棟 求我們 以及各項 十歲的資養 主任主審會 理事長 詹瑩米 代表全體會員 將近一度官場 給家紀官市 平安學校 作為青藍學祖紀蘭 救助金的觀看 交給代表出席 這麼小的校長 希望在無景氣的年代 可以在官間適合 發揮理論 幫助平安學校的歴史學棟 先入民國七十年的 竹林主審會 二十年來 會不會由紀蘭救助 由離音探訪 靠一航社會來重陷 學校的紀蘭救助 最近幾年 因為社會經濟比較壞 讓不祝平安學校 清派學棟的家庭 卻就負擔學會 甚至 送食求學棋會 因此特別占對平安學校 觀看 讓主人欠缺的學校 可以得到所感 我們的小朋友 能夠讓他們 在這個領域 弱勢族群的小朋友們 能夠給他有這個機會 跟其他的小朋友一樣 能夠接受同樣的 老師給他課後的一些輔導 或者是遇到疾難的時候 有老師來幫助他 那當然這一筆錢 我覺得對老師來講 他就是比較能夠有彈性的運用 主任主宣會關注清派學祖 年年固定管款 讓需要幫助的孩子 可以安心就學 每年一學期四萬 一學年八萬 讓教育不出的客戶 學會 也要使家庭變國 發生困境的活動 得到幫助 依照顧六四的活動 應得應增加的林生館 力求尚勁 正義新聞中的林翁秀山 家裡騎拆哄 補兜